哈喽 大家好 我是洛洛 欢迎收看高级星球生存第十五集 你看 我们每个人做了近五组的子弹 打个巨人和巡温幻影应该不是问题了吧 把背包整理一下 走吧 先去找一个遗迹 旁边的这个可不能用 因为召唤出巨人后 我们的传统仓可能就没了 这个就可以 诶 还是个新的呢 我下去看看里面有什么 别看了 该有的咱们都有了 你能不能改改这太密的性子呀 你得感谢我是裁眠 要跟你一样无欲无求的 咱家早就穷得尽当响了 啊 对对对 来吧 最后一个方块你来放 好的 准备好哦 一 二 三 嘿嘿 右手拿一个紫岩石 第一形态的这三个小怪 打头部别说是暴击的 他是一丁点伤害都没有 要打他脚底下的光圈 呢 就是这里 为了打得准 我还看了镜 只不过我的枪法依旧迷人呢 诶 死了 第二形态 第三形态还是那样 挖掉对影颜色的柱子 等他晕了再打 落了柱子 碰 嘿嘿 他都趴我这个强行行的高手了 拆掉罐子 我们去火山吧 火山一般都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这座火山的前面肯定还会有 果然呐 才走了一千多格 哥哥就已经找到了一座 尝到前头的他又往前面去了 我就不去了 我要挖铁 咱家都没多少铁了 落落落落落 我走到第二座火山了 啊 这么快 你拿传送舱了吗 我要过去挖铁 要啥传送舱啊 离你才两千多个 好吧 我要发财了呀 六十五个大钱块应该是没有挖路了 还有灯也要带走 第二个火山这里放个传送舱 继续挖铁 哎呀 我的天呐 你别挖了 我们缺带的时候再来挖不行吗 可是这里有十个 看到了不忘我心情难受 我不挖了 我要召唤 别着急嘛 很快的 我去 他还真就召唤了 不过我也挖完了 把这个很容易 几下就搞定了 继完火线背包我们就追打出来 但是这是个什么情况 怕隐身呢 联机八个呗 我当年说的苦也让你尝尝 哼 这又何难 我跟你打同一个地方不就好了 在我们猛烈的攻击之下 黑龙被召唤了出来 快走快走 这家伙会追踪 好家伙 哥哥都跑成那一岛流星 黑龙来了 他追下哥哥去了 怎么又吵火来了 看你还请来来货吧 没事了 他走了 追上去 继续打 为什么会被地心人追杀 哇塞 真的耶 在天上 被两只追着打 我这里倒是挺安全的 每一枪都能打中他 没多久我也被小怪电伤了 我们还是睡一觉吧 太黑了 啥怪都有 但是我们睡迟了呀 这些已经刷出来的怪都没有消失 哇 爆炸蛋 快走快走 完了完了 换过走走之下 闯进了机器人窝 好多机器人啊 他们还抱着爆炸蛋 完了完了 我的小面要交代在这里了 我的棋林已经死了 呃 我没了 啊 还有这么多 我又没了 别跟他们打了 快过来打boss 我没子弹了 全靠你了 啥 啊 我们俩的子弹不都差不多吗 我还有两台多发呢 好啊 洛洛 你果然全程都在滑水 你在滑水呢 还讨厌 说 你的子弹都浪费在哪儿了 你还好意思问呢 我打三枪你都放不了一枪 怎么可能 简直是胡说八道 但看在三角门裁片和星星的份上 我就大度地原谅你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